开始 哈啰 关注老师 我的名字叫做贾交亭 我今天要介绍的是四只猪蟹虫 这一只是泰国小龙虫啊 黄小龙虫 然后已经长成这么大只了 这一只是棉杆猪蟹虫 它有什么特色 它的特色是 脚很长 然后触脚也很长 然后它是公 它是有翅膀的 它可以飞 我有一次抓它的时候 它就飞起来 不理我 它发出个什么味道 人生味 然后这一只是 这一只是 幽灵竹节虫 我们本来是以为它在 它快要死了 结果是它在脱皮 然后现在就掉到这边不会动 然后这一只是夜修竹节虫 这一只夜修竹节虫 它都不会飞 但是它是母的 我们这一只 这一只跟这一只都是母的 还有我们有一些蛋蛋 这些蛋蛋有总共有十九颗 然后这些蛋蛋很多 我们一直在收蛋 那你养了几颗巴勒素 然后养了三颗巴勒素 为什么 因为为了竹节虫 要养了三颗巴勒素 然后已经有巴勒 然后有一颗巴勒 已经坏掉了 所以我们不能吃 所以你养了三颗巴勒素 要给谁吃 要豆沙给这些竹节虫吃的 爸爸每天都挤很大 介绍完了吗 还没 我要抓给一个 你要小心哦 不要麻烦 这一只 泰国小红色 它就长得这么大 它这样 它爬过去就爬过去 它爬好快哦 嗯 好啦 好 跟老西说拜拜吧 对 这里还有一只 只是它会飞 你要轻一点 嗯 好啦 路太长了哦 这只很会爬 你要小心 它脚不要弄断的 哎 小心 轻轻的 没办法了 这一只就是抓得这么大 一只太大 好啦 好啦 然后这一只母的 它不太会动 然后这一只也是 不太会动 这一只有可能是在吃东西 然后这一只很奇怪 就不会动 它在休息 好啦 太长了 它凸脚也在动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